亚马逊最近推出了一个手掌识别技术 叫Amazon One 用来通过掌纹识别用户身份 通用在它的亚马逊购无人超市当中 有点像我们国内很多无人超市刷脸 只不过它在刷掌纹 然后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是想说这个手掌识别 比其他的生物识别更具有私密性 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个人脸 而是只是通过手掌 那其实也很久没有详细了解过 包括各种生物识别的方法 其实除了大家知道的 比如说刷脸啊指纹 浑膜 对手纹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第一次听 所以大概看了一下 目前试验上有大概两种方法 一种是纹路 其实就很是像指纹 就比如说每一个人的这个手掌心 跟纹路都是不太一样的 它通过对纹路的识别 可能对某些特殊之处进行标记 一般我们还会有几条比较明显的大的这个横截面的线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做了分辨 但是这个不是特别的准确 因为很多比如说包括这个采集设备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百分百达成识别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现在叫做静脉认证 这个东西呢是相当于人体当中的静脉血管 通过红外线发生器 然后可以直接扫描到皮肤下层的血管 然后通过血管的这个分布和走向 然后来生成画面 然后储存 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用法 就是比如说如果要检测是否是一个活体 因为可能也许有一些特殊情况下 需要知道这个是否有血液 是否是活体的话 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认证 因为如果不是一个活体 可能没有血液流动的话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检测到的 然后也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血管分布 非常的复杂 就大家其实应该都看过那些 这个生物类的这种图片 甚至到这个手指的细端末节的 这种静脉血管分布都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重叠的话 它重叠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呢现在亚马逊它推出的这个识别呢 其实是有将这两种做结合 就比如说它这个手掌在扫描的时候呢 然后它可以扫到你的这个掌纹的分布 然后也可以扫到皮下静脉血管分布 然后结合这两种东西来进行一个识别 当然说是这种生物识别的话 一直以来就是都会产生一个道德的问题 我觉得亚马逊这次没有使用人脸识别 投放到它的无人超市中 可能也是因为首先这个第一 从技术上问题来看的话 人脸识别大家也都听过 对于有色人种来讲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友好 经常会出现无法识别或者是识别错误 第二个呢就是人脸这个生物特征 可能相对于这个指纹啊 或者是掌纹来说 可能更会存在一些隐私问题 就比如说大家都会看过现在特别流行的这种换脸应用 可能当大家刷脸的时候会觉得啊 这个我有这个非常大的风险来泄露我的这个面目信息 然后我的这个信息会不会被其他人所采用 然后甚至啊就是第三种可能性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可能会禁止进行这个人脸试一般都不会向大家承诺百分百的这个数据安全 这个技术呢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可能会比刷脸更好一点 主要还是因为现在这个面部识别系统 毕竟比掌纹的话要 风险更大一些 比如说大家对 很少有人会盯着你的手 会看半天 但是你的脸部信息基本上是大家走在大街小厂上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对个人隐私来讲的话 不刷如果可以刷掌纹会比刷脸会更方便一些 那这期就先讲到这里 下次对这类科技问题我们也会进行一下简单的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